娱乐中心林伟番报道Toys被馆长暴打KO在地 事后开直播怒枪那个肌肉棒子就在公报丝绸啊 图番设字Toys YouTube曾经代表台湾夺下英雄联盟LOL S2世界冠军的知名电竞好手Toys刘伟健 原本可从馆长身上获得半年150万的合约 他今29日下午到成吉斯汉林口馆训练 并与馆长上演真枪实弹拳击赛 直接被馆长铁拳暴打KO在地 Toys事后开直播怒枪 馆长很明显啊 那个肌肉子就在公报丝绸啊 对此馆长助理小宇随后应来馆长说不牵Toys了 不知尊师重道 Toys被馆长暴打KO在 事后开直播怒枪 那个肌肉棒子就在公报丝绸 突翻设字Toys YouTube馆长原本考虑给Toys半年150万的代言合约 Toys天开直播到成吉斯汉林口馆训练 并与馆长丁支打拳击 只见馆长攻势猛烈不断攻击Toys脸部 肚 最后一拳更是直接灌在Toys右脸 让他当场KO在地 磨 相当狼狈 该段直播在下午上班时间线上最高2.6 人想看 相当惊人 不过Toys与馆长打完拳后 立刻心不甘在车内开直播 甘瞧馆长很明显啊 那个鸡棒子就在公报丝绸啊 你看不出来吗 左一拳右拳 正一拳下一拳 你X的X吧 Toys的经纪人则在一旁笑 就练习啊 刚刚说要叫馆长师傅 现在就是肌肉 子 不然就死胖子 有没有礼貌啊 Toys最后被打到站 问 馆长接着马上一拳灌在他右脸当场KO在地 图 设字Toys YouTube 对此馆长助理小宇开直播回应馆长说不 Toys了 不知尊师重道 他指出起初答应Toys来练习 今天以很低的强度进行训练 但看到Toys的直播后 觉得方的态度很不好 就算做效果 也不会对训练的 副说没有必要的垃圾化 消息一出 立刻引发许 网友热议馆长直播都在骂 现在要求别人不准 不谦不要找理由 做做效果而已 结果乃哥当真 拿了150万 就他妈认命一点 过来乖乖被人扁 那打 确实很骂一下脏话还好吧 直播有看完吗 后面 认真感谢你们 说馆长最暖 才演到第一集就去 剧中 同神大获全胜 这次是 优优独播剧场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订队